嗨 又来了 哈喽 嗨 我是小璐 我是老白 今天我们又来跟大家聊天啦 碎碎念碎碎念 最近当然事情呢也很多 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也很多 今天呢我们也是分享一个就是在我们 筹备婚礼这个过程当中 一定会要做的一件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 先选再买 选 怎么买了呢 就是对戒 321 对戒 平常呢我录节目的时候是不怎么带视频的 因为这样就是不方便嘛 但是其实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中是会佩戴一些视频的 像对戒我们之前其实买过 我们现在手上这个 就是比较粗的一款 这款呢是宝格丽的一款也是比较经典的 这个对戒是我们还是没有疫情的时候去香港买的 当时呢我们买的原因呢也是因为它也比较的时尚 当时年纪小的时候会觉得这样才酷啊 后来发现长期戴的时候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有点割着手指 因为我们两个手都不是很大 在我手上戴着呢就感觉像是偷了那种爸爸的戒指 所以我们平常也只是偶尔戴一戴 婚戒这个东西其实就是应该每天每天戴在手上 它是一种仪式感 我被这个婚礼之前呢我们又打算再买一顿对戒 我们前两天去了淮海路的香港广场 那边呢算是上海比较繁华的地端之一 站在那儿有一个对角的十字路口 就特别像在瑟夫的感觉 然后两边一圈看过去就能看到各种品牌 吃饭呢去的是香港广场对面的K11 K11是我还蛮喜欢的一个商场 因为它那个很有艺术感 这家店的咖喱是不加一滴水的 而且好像是有那么多咖喱是不是 对 然后那种烤饼啊 然后还有烤鱼 反正他们家烤的那种感觉都还蛮好吃 而且吃起来比较快 就是如果来上海玩的朋友啊 或者是逛街的那种 可以去吃吃那家那家还蛮好吃的 吃完饭下楼之后我们就去了卡迪亚 卡迪亚呢我们也试了一些对接 卡迪亚有个经典的那个love系列 这种呢对我们来说可能有点粗 然后我们还试了那种有一颗钻的那种 稍微小一点的整个戴在我们手上呢 还是没有那么舒服 我们这次呢就是想找那种日常佩戴 非常舒服的戒指 然后我们就去看了一下 我很喜欢的TIFFANY 她的饰品啊什么的都不是特别的粗壮 他们家还有那种黄钻 都是我很喜欢的东西 对 小如喜欢的黄色 好一点的一线品牌 他们那个款就是比较经典 就是你过了好多年呢都没有很过时的感觉 对像我之前给小如求婚的时候 买的就是TIFFANY的一个公主方 平常小如也会带就是有TIFFANY的那个小钥匙 其实已经买了也挺久了 但是一直都很耐看 其实我一开始是想着说对戒的话买舒服一点的 可能TIFFANY会比较适合我们 我们一开始看中的是收一点的 叫做执子之手 他们的戒指其实都是比较方一点 就是他周围那一圈没有做那种很柔和的处理 接下来呢我们就去逛了一些日系的品牌 那边有一个叫I PRIMO 它那个店里面款式真的非常多 他就是专门做对戒的 专门做钻戒 他们对戒的款式也比较多 我们看的都有一点就是 演化了论 我们俩其实想挑一款比较简约的 最后呢其实我们还是去了 我之前比较新颖的TASAKI 他们家的那个戒指呢 我们看中的那款其实很特别 因为它的颜色是叫櫻花金 就是更小清新一点 女生的这枚戒上面是有一排钻的 那个扭一扭的形状呢 其实扭一扭 甜一点 它这种扭一扭的形状 对于我们这种手不是很大 也不是很长的来说 它会显手长 你已经get到手小戴饰品的奥义了 还有呢就是TASAKI那一款 它有一个什么独有的技术 就是它那个内环反正就是做得很柔顺 最后呢我就去买单了 就它从舒适度 从款式 从形状到价格 反正各方面都是最适合我们 也觉得比较特别的 男生的是8000一个 女生的是8800 对女生的真的很划算 女生就是戒指上面戴一排钻 就是日常佩戴呢就是不是特别的单调 它的那个戒指呢都是有独一无二的编号的 然后它还是可以刻字的 不过我们还没有刻的 我们到时候婚礼办完了之后 可以把我们的名字刻上 我现在觉得刻字很普通 那刻日期 刻日期还是不错 那我们就可以刻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可能是我们家密码 如果有人捡到我的戒指 不就知道我的密码了吗 没有人会捡到你的戒指 它就是一直佩戴的嘛 对对对对 对戒呢是很有仪式感的 如果你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都不愿意跟你一起戴对戒的话 那对你们这段感情不足够重视 一般都是男生不愿意戴吧 女生应该都还好 嗯也不一定哦 不想和你一起戴了拿走 然后呢另外就是对戒 或者这种戒指 也不一定说仪式感 一定要那么的局限 戒指有些人觉得 哎呀你有一个婚戒对吧 你们已经结婚了有了对戒 然后之后就不要再买了 有喜欢的有能力就去买 开心最重要啦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天呢也很开心 有什么推荐的喜欢的品牌 也可以弹幕跟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呢也给我们点个赞 点赞到多少我们就送大家下一条视频 好抠没有见过这么抠了 哎呀刚买完东西就很抠嘛 结婚之后开销可大了 果然你们说男生结婚就不一样了 那是那钱要留给你用呀 我们选了这么多戒指之后呢 其实觉得舒适度是比较重要的 合适自己的就是最好的 它什么款式也好啊 它多少价位也好啊 对我们来说都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就像你鞋子一样就是你再好看再怎么样 但是你穿了不舒服那是很难受的 这是我们给大家的一个建议 就是挑对戒长期佩戴的话 舒适度一定要排第一 如果有在正在备婚啊 或者在考虑选钻戒的呢 也希望我们说的这些对你有一点点的帮助 接下来我们会多分享一些我们备婚啊 办婚礼的一些小小的心得和小小的感受 到时候不见不散啦 不见不散 到时候都说过 你再说一遍吗 那人家上心不惯了呀 到时候记得给小鹿点赞哦 拜拜 喜欢看就点赞拜拜